体育比赛中如果想要夺得多个项目的金牌 那必然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要投入的精力和天赋真的太多了 有些运动员也有供多个项目 但是结果却让他们并没有一个项目会在比赛中夺冠的 不管做什么并不是学的越多越好 要专攻一下你最上弹的才会将其包围到极致 不过体育比赛中也有少部分运动员是非常全面的 他们可以一下子包揽多个项目的金牌 像早年的美国选手卡尔·刘逸斯 他最上场跳远和100米短跑了 并且也称多次获得这两个项目的金牌 还有游泳赛场的费尔普斯等等 可以说想要成为一个样全面的运动员 那必然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他们所付出的游泳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精心和努力 今天给他我介绍一位非常全面来自美国的天才与运动员 他叫塔拉·戴维斯 塔拉·戴维斯最上弹的就是跳远 但是他的三级跳远和100米短一次非常厉害的 他这次运动会报名了这三个项目 结果这三项全部夺冠了 其中跳远打破了全国纪录100米短 赢第二名近10米左右的距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à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